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新北市土城的少官所 那持續帶也來追蹤這名15歲 無罩撞死三條人命的少年的最新狀況 那其實呢他18號被收容之後 人已經在這個少官所裡面 今天是第四天了 不過帶也要現場的狀況 其實呢冰箱呢也已經公布他這兩天吃的伙食 那可以看到呢他其中呢今天的早餐 吃的是蛋花瘦肉粥也已經擺在這個右邊這邊了 那其實根據整個少官所的規定啊 如果有親友要來接見的話呢 必須是在8點半來申請 那接見今天一共有分6個時段 像是上午9點10點11點 以及下午時段的2點3點到4點 也因此呢如果少年的父親呢 要來看他的兒子的話 可以在這個6個時段前來 不過我們在現場呢 目前是還沒有觀察到少年的爸爸有錢來到這邊 不過帶也要關心整起少年的案情喔 其實呢他17號晚間他五招撞死三條人命之後 人已經被收容了 不過收容以少事法來說他是沒有刑責的 也因此如果他出來之後呢 是會沒有前科也是不會被關的喔 不過現在法官呢 如果覺得他的涉嫌重大的話 也不排除可能會移送地檢署 那如果移送地檢署 其實整個案件就不一樣了 因為就會以一般刑案來做偵辦喔 以最簡單來說 因為死者的親友是提告他過失致死罪 那過失致死罪的刑度呢 是最少呢會被關五年徒刑喔 那現在呢 記者在收官署這邊還沒有看到少年的父親 如果有最新消息 將持續為您掌握 以上是現場最新 都會有訪問 le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